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來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沒錯,我們這一節承接剛才的話題 我們會繼續講一些移民的話題 外國的話題 方思拉說錯了英文題目這一節 你不用這麼說話 方思拉說剛才去了洗碗 錯了這一節 不要緊,你放心這一節都是繼續英文題目 是啊,今天都算是英文題目 有人說是不是有流出 剛才intro的時候有震達有兩句聲音出來了 沒有問題,不要緊 大家遲些就會進步 好,我們今天一節就講一下這個 紐西蘭的話題 紐西蘭也是一個講英文的地區 大家都對紐西蘭都很認識 主要就是他們玩籃球的時候 之前就會跳舞 然後就是紐西蘭 有很多樣 是啊,紐西蘭出名就有這個小賽台獎 我們有紐西蘭業界的代表 是啊,應該是訪問台長 雖然應該是台長這個中數是沒有起來的 是啊,我們嘗試一下 我們留下一個題目,待會可以貼去訪問一下他 紐西蘭的人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網上外交貼過題目問台長 是啊,為什麼他不再勾結外國勢力呢? 他也是從外國回來 是啊,我們欠缺紐西蘭代表 是啊,真的 他殺了你 他從幾點做到幾點 他不要緊,直落 難得那天可以做完婦女就可以收工 你說得好像很早一樣 比起責民很早 是啊 早了收工 是啊,大家都知道 紐西蘭的人就是有識人種 原本那些人 是啊,那些真紐西蘭人 真紐西蘭人是無理人 是啊,這樣 是不是有個卡通片是無理人的? 那個是好像在一些小島那裡的 那個就是那個 迪士尼那個卡通片 哦,那個不是無理人 那個是小島 好了 不知道是哪個小島 我想他也免得說太清楚 總之就當是泛太平洋小島 那個好像是下一位 好像 是啊,類似 好,sorry 我撈亂那些 有識的原居民 是,因為大家其實都不是很 不是很分辨 總之有一點點深色 那紐西蘭最有名就是 當地他們的傳統 就是會跳那個 他們打籃球之前跳過舞 這樣 還有出名的人 自從有《law of the rings》 有些人去 紐西蘭旅行 就是去看《law of the rings》那些景點 他們拍攝那些地方 然後你又發覺 為什麼當地那些人這麼高 跟《law of the rings》都不同 為什麼他們不是《law of the rings》 為什麼他們不是《law of the rings》 為什麼是人呢 那紐西蘭就是 當然主要是一個英語國家 但是 就有一個話題就是 其實這個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世界性的東西 因為例如美國都是一直在討論 究竟他們的原居民 那些保育和賠償 主要 是的 但是 如果你說美國的話 那當然 因為他們的族人 族就比較多 你就不會有什麼叫做 重複他們的文化 那些這樣的動勢 但是因為 因為紐西蘭就不同了 紐西蘭是 它的原住民是 一個就在Mauri族這樣 一個族 有一個話 這樣 那其實呢 他們紐西蘭的 official language 就是英文和Mauri 就是那個毛利話 就是一個 official language 就等於我們香港的 official language 就是中文和英文 所以我們的路牌 都是由中文和英文 因為是 official language 那這件事很合理 是嗎? 嗯 但是呢 現在呢 還有這個 因為是 那 這個 都是一個世界趨勢 叫做 如何重複一些 當地的原住民的一些 文化的文化 或者它的語言 這樣 是的 因為有很多 很多英語國家 其實那些 講英文的人 都是外來物種 其實是 所以 就是 因為大家就決定 不殺死外來物種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考慮一下 怎樣去保育 原居的物種 那些原生的物種 是的 就是要保育無利人 那現在呢 這個紐西蘭的新聞 就是熱話 那就是 紐西蘭全國的道路標示 究竟應不應該改用商語 就是英文和無利文這樣寫的 是的 那居然呢 在這個狀況之下 引起了一些 移民了去 紐西蘭的香港人的討論 那樣 我想你們也猜不到 你們也沒有留意到 很會震驚的 我也很震驚啊 我也震驚 所以我也沒有留意到 咦 原來有很多香港人移民了去紐西蘭的 那樣 就是要台獎 是啊 哈哈 接著最後他也覺得 頂不住了 再回來 那些養多個人的地方 是的 那紐西蘭的官方語言 就是英文和無利文 那樣 那今屆政府在位三年 無利文的地位大幅提高 那樣 所有政府部門的名稱和Logo 都改了做英文和無利文相語 甚至乎無利文比英文更加顯眼 視覺呈現上明顯比英文 識無利文變為優先考慮 對 這個是那個人的這個項目的觀點 我們不是讀一個新聞 我們是讀那個項目的一個觀點 我們覺得這個很神奇 這個項目的觀點 是啊 這樣 我等一下可以分享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可以去吊賊他 這樣 那他就說了 這個項目 他就說了 這個施政理念散布開來 就有一個NZTA 這樣 紐西蘭 紐西蘭的transport 他的運輸處 是的 他的運輸處 想改路標的倡議 他想法 應該是路政處 是不是 還是運輸處 哦 應該做路牌那些 那個叫做路政處 是啊 那他就說了 當這個路標爛了 換新的時候 新的那個就換做雙羽 那你覺得都OK 那你舊換新就順便改 是的 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就說 這樣 然後那個記者就 拿著那個路牌 周圍去問一些國會的議員 你要雙羽還是單羽啊 那他就說 說工黨呢 就當然是贊成要雙羽啊 這樣 然後然後呢 他就在那裡說 其實2020年的交衝部長 就已經說 2023年要舉行 要推行這件事的了 這樣 嗯 然後那個總理呢 就說 解釋這個什麼 嘩 很難看 那他就說 這個什麼 co-covenant 一樣的話語 I don't think we have got anything to fear by having to real Maori and street signs 這樣 然後他就還說 你看看受打風景鄉的地方 很多都是無理人住的嘛 這樣 現在說商業就挺好 這樣 然後然後呢 另外那個黨呢 就沒有明顯反對 另外那個黨 叫行動黨 就說那個路牌 should be in the language all drivers understand 這樣 這樣 應該要 是一個所有隔離者都明白的語言 這樣 這樣 那就是有一些可圈可點 究竟所有隔離者是看什麼語言呢 這樣 那個路標 你轉了有 英文和無理文相語 那你都有英文 那你不能說那些人不明白 這樣 然後他就說 國家黨就搞笑很多了 交通發言人話 全國都用英文 那用英文號標就夠了 清晰最重要 但是大選 競選主任就說 nice to have 這個商業的這個路標 這樣 那很明顯黨就沒有立場 這樣 而國家黨的問題之下 是呢 黨外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其實不小 要有一個強力的領導人 一錘定音 這樣可惜黨魁自己都還沒想到 一方面又反對各個政府部門的名用商業 一方面又說是 弱點想法 但是不反對商業路標 只是覺得優先次序 應該是 那些錢應該先用在收路那裡 其實他都避開的 嗯 事實上你都會覺得說不過去 你沒有理由跟他說 我覺得應該殲滅當地語言很難說 是不是 是 那他自己都還沒想到 這樣 那這個總理呢 就說 九天不會放我走得下水狗了 那 還有一句就說 國家黨反對是 見影廢星的狗 又一句就說 反對者帶有種族主義前設屬性 令到國家黨想吸納他們 那我也覺得是 這樣 然後就說 現在還有一些公眾諮詢 這樣 你們有興趣就去發表一下意見 這樣 那你又覺得說 這樣 然後然後 然後就厲害了 然後就在那裡 說了 用這個香港來做舉例 因為這些都是香港人的意見 來的嘛 就說了 香港都是商業路標 只不過香港的商業路標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那你兩個不同於 而不會看錯 這個重點就是他的觀點就是由這裡開始 是的 重要的觀點 這樣啊 那你一看就知道兩個不同的語言 但是英文和毛利文商語 他不同的語言 但是相同文字 又狼狼拼音 又用英文寸 這樣 真的試過 然後呢 上次去那個城那裡 就試過行車途中 嘩 看不明白 要收口妄真些 不止一次啊 他在這裡覺得 因為他有說 你去阿聯誼 去泰國去印度 見到商語 但是別人是不同語言 不同文字 都沒有能見識的人 Anyway 他覺得 他說不同語言 但是相同文字 同樣是羅馬拼音 他就看不清楚 他就覺得 會 令到他有混亂 他說 他說 走著走著 然後看不明白 就要瘦有望真些 然後他就說 很容易出意外 然後他就說 我所謂的本地人都是這樣 你說英美澳加的遊客 會不會更難認識 不會 因為人家 英美澳就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 加拿大不會 加拿大的路牌相宜的 整個歐洲那些 那些路牌都是商語的 神經病 很誇張 然後他就說 加手很危險 然後他就說 用香港來舉例 那就厲害了 接著他就說 不止一次聽過 毛利文是本土語言 應該要保育 不要被英文打壓 就好像廣東話 在香港本土語言 要保育 不要被普通話打壓 這種說法 他就說 在他職業生涯有很大傷害 我真的不明白了 他說沒錯 毛利話和粵語都是本土語言 但是毛利話 只有不夠10%的 紐西蘭人會說 毛利人都不是每個人都會 但是粵語言 在香港是主流語言 95%人口的母語 是最流通的語言 所以粵語不用保育 大家每天說就行 不要被政府看保肺炎就行 學到普通話沒問題 但不是取代粵語 而毛利文是要保育的 因為越來越多毛利人會 但是你看過 20年30年 紐西蘭歷史 紐西蘭政府都沒有打壓毛利文 你說百多年前 有打壓過 但是也有賠償哥 那當然是保育 但是保育就不是生活 這裡已經震驚了 放一個物館保育好不好 是啊 保育成用了生活 Be a part of it 就絕對好 但是不能夠說保育就是生活 不能夠人人變土著 大家就不用開飯了 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他講到說 如果那些人懂毛利話 你就失業了 你就回去大自然森林 不會吧 大佬 難道毛利人不懂用手機電話 關什麼意思 他講到 你如果一學毛利文 大家就開始 變回做土著 大家開始去搭木屋 神經病 就等於毛利話 是珍貴的語言 逼人去學 這樣的說法 然後他就在那裡講回 他以前普通話不好 怎樣 在大陸被人欺負的狀況 不是啊 他普通話好 但是他在香港普通話很好 所以可以不知道 他是普通話的中文老師 然後 然後之後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總之他教了幾年中文 這樣 然後之後就來了紐西蘭 這樣 然後 他就說 他來到紐西蘭的時候 他找工作的時候 人家屁頭就會問 有沒有毛利血統 又懂不懂毛利文 這樣 是啊 那你就說不懂就可以了 為什麼你要覺得offended 還有關你什麼事 是啊 問一下又不行 現在多了一個選項 好像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填的表都會填你的種族 這樣 是啊 那你在紐西蘭當地 他就是得是非題 有沒有毛利血統 還有有沒有懂毛利文 這樣 然後然後 就在那裡批評人家 不應該保育毛利文 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說現在看到毛利文在紐西蘭被尊崇 只是懂英文就變成了等而下之辣 這樣 那他就說 就說 推行毛利文就好像推行普通話那樣 那他就說 好像原語是博摩 普通話應該是推行的那樣 那他就覺得自己很慘了 但是他現在是想打擊別人的相遇 別人是想要相遇 而不是一個語言蓋過另一個語言 他走去用香港那個比喻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切合的 我覺得他不如試試想想 因為我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那不就好像 如果你說到只有10%的人懂毛利文這樣 那不就等於好像 然後如果你覺得只有10%的人 你就可以取消了這個語言 那就等於大陸要取消一些謊言這樣 因為那些全部都是小人講的語言 然後 然後 是不是可以取消那些語言 我覺得他那個觀念 有什麼分別 他就說 你這麼小人懂的毛利話 你居然還要逼人學 那你不就是搞我 其實他都沒有逼他學的 只不過是要路牌那裡有多一種語言 我覺得你覺得看不清楚那個路牌 可能是一個設計問題 那那個是 你就用那個設計的點去切入 但是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我去 然後我就看很多圖片 網上圖片那些 可能有無雙語路牌的圖片 那他們就是把毛利文放上面 英文放下面 那可能他不滿意那個優先次序 但是我覺得 你永遠那個路牌都是 永遠都是 但是隨便無雷文先也好 英文先也好 那你會看到 你會習慣知道 哪一個是 哪一個語言 還有你人的眼睛 你去閱讀語言的時候 其實很自然地 你會 skip 你不懂得看那些 看了你懂得看那些 那只要你是懂英文 你是懂得看英文路牌的 那你是會看得到 那個英文的 還有英文和毛利文差那麼遠 你看頭一點點你就知道有分別 是啊 就是跟毛利文是有那些標誌 在那些字上面 是啊 譬如他那裡寫著 如果你進入奧克蘭 外面的牌子就寫 Welcome to Auckland 然後毛利文就寫著 Now my key Tamaki Macaulau 那你不會看錯的 是啊 你很難 你會 skip 那些 你看不明白那些字的 是啊 我就不信你看到 他那個路牌上面 就是 Now my key Tamaki Macaulau 你會開始查字典了 我看到他一開始 Now 我就 skip 下一行 發神經 然後最棒就是 下面有一大堆 香港人支持他 這個才令我震驚 傻黑 見得多了 這麼多聚在一起難說 全部都是住紐西蘭的 我們可以看下他的留言 看下他的支持他的留言 還有你是不是要 我真是很瘋 那如果 他這班人如果真的 多一些這些人 去到 好了你是不是超過了 就是以他那個理由 10%下的那些 我不能好保留 但我們香港人去到 我有很多華人去到 可能佔到20%的人 是 是啊 會中文 然後是不是要逼人要有中文 那樣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又另一個項目 叫做紐西蘭BB 你看到他會開我這個項目 你都覺得他很笨 那叫做 真是被毛利文搞死 威靈騰那間兒童醫院新開 頂他的肺 毛利文雞蛋那麼大隻字 英文就小小隻在角落 進去 想找個reception都有難度 問嘛 你那個說句 PRO嗎 真是懂毛利文嗎 那你也懂的 是不是 各方 就是你有時候 問人家 where is the reception 這樣就可以了 難道他沒回答你嗎 那這個都是一個 設計問題 你覺得英文太小隻 毛利文太大隻 這個都是設計問題 而不是雙語的問題 還有香港那些醫院 都是中文很大隻 英文很小隻的 對不對 你如果有個外國進來 他都可能會覺得很難看 這樣 你難道又說 這又是學中文 應該全世界講英文 然後還有第二個 下一個 這個就說 這個有幾個對答 他就說 毛利人 未必會懂毛利文 為什麼要讀下一代 或者學毛利文 讀下一代 為什麼學多一個語言 是讀下一代 還要學自己的母語 就是讀下一代 發神經 那你跟香港那些 要那些小孩講普通話 在家裡都講普通話 那些家長有什麼特別 香港是有些家長 要那些小孩講普通話 和英文不要講廣東話 是啊 是啊 有些人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整個新西蘭政府 根本不用腦去想 只是為了自己收上一張票 毛利人人口又不多 保育贊成 但是不能夠另下一代倒退 殺了他們好不好 殺了他們 然後他就說 我自己試過去找廁所 我完全不懂毛利文 英文都一般 但是英文廁所我一定會看 但是那次找廁所 由於毛利文大大隻字 英文小到幾乎看不到 加上老花的我 看了很多次 都不肯定是不是類似 那你連英文都不懂 你收皮 你講夢 是不是你的問題 那會不會是你的問題 發神經 是呀 羊多過人 大家應該講羊話 大家應該講什麼 然後他就說 台長還沒起來 打不給他 是啊 然後他又有一些對答 就說這幫粉腸不明白了 他們只是見這裡有得爭 道德光環境進來廢話 又不用本 就是說其他進去罵他們的人 大家講道理就是廢話 是啊 然後大家要敬佩他們這份 明明不是住在那裡 但是自以為比你更清楚 柳西蘭時政這份勇氣 還見過沒有車牌大叫 夏美頓駕駛F1 就是說進去罵他們那些人 然後又有下一個 我們又可以看一下 然後又會有些人說 只可以消極對抗 就是不看 之後改到一大堆字 都不知道看不看得切 看得清楚都process不切 或者更加依賴Google Map 你是不是都用Google Map 夠夠 是啊 你看不像個人差事嗎 法神經 又不是取代了英文 他們說到好像會cancel了英文 不喜歡就走了 然後又有些人 是家長 現在幼稚園都每次加些毛利文 又沒有寫英文註解 幼稚園寫什麼註解 學就學懂的 你幼稚園你難道學 幼稚園大家讀書界有沒有註解 法神經是不是拼音 他都不懂的 幼稚園不懂得看 他的語言是直接學就是學的 不是傻的 是啊 神經病 然後難道我看得明白 老師寫給子女的東西 你不會看得明白的 你已經過了那個年紀了 你的腦沒用的 而且你都不懂英文 你學習不到新的能力的了 他說 哇 幸好現在只是一兩隻字 如果遲一下那裡整篇都毛利文 我真的要考慮一下 有沒有必要學毛利文 那就學了 還有什麼問題 學多樣東西沒有壞的 你好像是說到 你的腦裡面的RAM 只是裝到 只是裝到中文 中文和英文 然後裝多樣就不行了 是啊 發神經的 裝多樣就會cancel 洗走了其他東西 才可以裝多一個 install多一個下去 哈哈哈哈 是啊 還有當然現在 幼稚園的時候 學一兩隻字 接著就越學越多 發神經 是啊 陪他一起學 不喜歡就不要讀 發神經 不喜歡就不要留在那裡 別人的公式語言 而且都是那個 還有別人的文化 台長都懂得跳那個舞 哈哈哈哈 懂得跳那個 是啊 他們說中學一定要學的 是啊 那我相信他們的同學都很喜歡 是啊 沒有所謂的 是啊 然後有人就說要學的了 卡牌 應該是無理話 我想應該是 然後就說 老師未必認識了 無理文 應該不會說到有句子吧 現在單字還可以Google查 然後有人就說 唉我女兒每天放學回來 在那裡唱無理文歌 什麼問題 又在那裡投訴 什麼問題 發神經 神經 神經病 這幫人 我學什麼要移民 我覺得這幫人應該全部做大陸人 我覺得 是的 引用二英group的一句 回大灣區 他們應該做大灣區人 是啊 那你就不用學無理文 那你就可以只學英文就可以了 還有 然後 我真是不明白這幫人究竟那個老人 哈哈哈 就是 人家禁止你粵語就不行 你去禁止人家無理文就可以 是啊 神經病 人家現在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叫做保育當地的文化 就是非常之好 很困難的 是啊 你要殲滅當地文化很容易 你要保育它很難的 是啊 你要去製造那個 說那個語言的社區 嘩 真是 他多吃力才能做得到 真的 因為如果以歷史來看 因為他們無理人 就是當初自己都可能 有一段時間想歪了 就是為了融入那些西方人的世界 跟著都覺得 不如我的弟弟都全部學英文就算了 但是 就是到若干年後 他們發現了原來 就是這樣 就是殲滅了自己 這樣的時候 跟著就開始有一個叫做 叫做 Revival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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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有回 保育回 學回 這個語言的一個 movement 這樣 是啊 這樣 因為他們 我相信他們都是去到某一刻 發覺 咦?為什麼小孩都不懂得說無理文呢? 是啊 其實 因為 你不是有了英文就 你不是有了英文就沒有了無理文 不是學了無理文就沒有了英文的 是可以共存的 哎呀 對不起 你兩個語言是可以共存的 為什麼要這麼狹窄地 只是要學英文這樣呢? 所以那些 無理人 就是在近年裡面 都是想refy回自己的文化 refy回自己的語言 這樣的 是啊 還有其實你只是學多一種話而已 根本的影響不大 你一個正常的人學到兩三四種語言 我覺得不奇怪 對不對? 是啊 你香港所有小孩都懂兩種三種語言 是不是? 是啊 就是你現在那些年輕人 是不是? 每個普通話都流利 所以起碼他懂兩種語言 是啊 就算他英文不好 更何況他英文不好 他對比起這個世界上 大部份的人都說他英文都好的 都是的 總之你懂多些語言是沒有壞的事 就是他們吵什麼 就是 還要你作為一個外地人 你說什麼 你投訴什麼別人的國家的事 還有他沒有打壓你 他沒有拿走那些英文的嘛 一路都 他仍然是有 繼續有英文的標示的嘛 所有東西 因為他的official language 就是英文和無利文嘛 就是 在香港我們的official language 就是英文和中文 例如 好了 是不是香港 香港講的英文 真的 真的懂英文的人 可能不是真的這麼多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了英文標示呢 還是好像大陸這樣 把它變成拼音 哈哈哈哈 就是中文變成拼音 哈哈哈哈 就是英文啊 就是中文變成拼音 英文變成中文的拼音 是不是要這樣呢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 他還要拿香港來對比 是一個超級錯的對比 因為香港沒有說要cancel你任何的語言 那個是大陸的一個想法來的 想cancel了方言 這個是大陸的想法來的 所以這些人是大陸人 是啊 一群大灣仔 移民了去紐西蘭 是啊 你說看不到那個路牌 我根本不覺得是一個正確的理由 你說那些 一樣是羅馬字 然後你自己看不到那些 是一群沒有人見識的人 你沒有人去過那些歐洲地方 你說你整個歐洲那些路牌都是相遇的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你很少看到有些人 你又可以移民去紐西蘭 但是你又會很少去其他歐洲地方旅行 我那個視野狹窄到一個點 你好像沒有人離開過香港 那樣 你是不是這個世人 只是在香港和紐西蘭 沒有去過任何其他地方 是啊 要學多種語言 逼害他 有些又不是逼你去學 最多都是叫小孩回學校去學 還有要你的路牌那裡有多一樣東西 那是你眼有事的 如果 因為我現在看到那些路牌 就是毛利文 跟著英文 這樣兩排 這樣 那樣的 我現在看到 大部分都是英文是下面那一排 那如果你駕開車 你看開的 其實你是看到 英文的位置在哪裡 你的眼睛就會自然地看了英文 那不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說真的 我不知道影響在哪裡 我不知道怎樣 迫害到他們 現在他們就說到好像被迫害 但是我不知道多了一個語言 是怎樣迫害到他們 這些人很老套 好像是舊史那些人 你一旦社會有一點轉變 他就適應不了 他就覺得整個社會迫害我 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現在那個社會 推行那個毛利語而已 人家推行就是推行 你生活照舊的 他又不會讓你做多了事情 只要那些標示改一改 標示改一改 他就承受不了轉變 我覺得這些人很不適合移民 他很不適合生活 這兩個人只適合生存 就是你那個生存的時間一長 你這個世界總會有些事情有改變 是不是 是啊 等於你以前都不會有智能電話 你現在那些 你現在都有啊 你不會說 哇現在 迫害我啊 這個世界這麼高科技迫害我 哇現在上班要懂得打字的 迫害我啊 這樣 那你不會的嘛 是不是 這樣 是啊上班要用電腦啊 迫害我 是啊 現在連送我外賣 你都要用電話 是啊 那很多事情都迫害你了 如果這樣 是不是 這樣 所以現在就 見到很多 哇 移民了我去外國 很多都是傻西來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去了外國的朋友都小心一點 不過我們紐西蘭的朋友好像比較少一點 不是 都有都有都有 是啊 我們認識的都有都有都有 不多但是有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紐西蘭本來的人都不是很多 那樣多一點 是啊 所以就是 除了到外國都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傻西 那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啊 西蘭你又說我以南文都嘗試復興過不行 其實 很難 因為很難 你復興任何語言都是真的很難 很難很難很難 你語言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是啊 就是你和你語言那些你怎樣復興呢 就是如果你復興的話 你復興一些 純粹是那個文化 就是那些藝術品啊 你復興那些音樂啊 那樣都說 你語言 你沒有人講 你怎麼復興呢 是不是 你無端端不會有班人的母語轉了 是啊 就是我不會說 我現在住村屋 我現在把母語轉為圍頭話 怎麼做啊 這裡附近我不會在外面見到那個人 然後跟他用圍頭話聊天的嘛 是啊 做不到的嘛 是不是 我不會無端端 哎 等我去那些西貢那些買開鮮 然後跟那個握船那個老婆說水上話 是 怎麼做呢 大哥啊 是不是 那你也要大家都說 有那個語言才行 那你用那個語言做母語的人死光 就沒有的嘛 復興不到的嘛 所以你還要是有 那個語言還存在的時候 你才可以保留到那個語言 是啊 如果不是就好像變了 Late for example 幸好因為拉丁文 因為你文字上始終都很多東西都還會有拉丁文 例如拉丁文沒有人會說的 是啊 拉丁文就是 鬼佬文言文那樣 沒有人會說的 沒有人會說的 雖然他們懂得看 他們懂得讀 他們知道那樣東西怎麼說 但是不會有人用那樣東西來聊天的嘛 雖然我也有見識過 鎮達說梵蒂江是否會說的 不是 那些人會說 彭蒂江的人都說意大文 根據我的認知 是啊 我想他們讀那個經文 就是用拉丁文 就是等於 但是不會聊天 就是他不會跟你聊天的時候 紫藥過側物但不會這樣說話 雖然我也有看過網上有些帖子 說兩個不同地方是歐洲人 因為大家都不懂英文 但是大家都懂拉丁文 所以用拉丁文溝通了 一會兒 很厲害 類似是文露這樣的地方 不懂英文 但是大家都要學 學必修拉丁文 所以大家用拉丁文 就是做一個短暫的溝通 但是你不會主要用拉丁文溝通的嘛 是啊 所以我覺得你每個語言 可能每個文化都有保留的價值 你不是誰人多就誰贏的嘛 如果他講到這樣 如果全世界的話 是不是應該我們就看看 全世界哪個語言是最多人懂的 然後全世界就要跟著那個語言 就是他那個道理就是這樣 是啊 這個世界上最多人就是印度人和中國人 究竟我們是要學 究竟是多些人懂中文呢 還是多些人懂印度文呢 是的 還是英文 究竟英文、印度文、中文和法文 就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應該沒得鬥 西班牙文都多人說 是 好了 這幾個語言 究竟我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 就是以他的理論來說 我們就應該全世界跟著一個語言 就是如果拉大他的理論 大家一起講印度話 全世界最多是印度人 究竟哪句話是全世界的人最多懂的呢 那就要全世界講那個話 就是他的理論就是這樣 哈哈哈 印度人都會用英文溝通 我想如果大家不懂對方的話 就唯有用英文溝通 是的 就是我跟大陸人 我跟我的大陸同學都是講英文的 哈哈哈 因為這個世界上很多 就是你的國際語言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的所謂國際語言 就是英文和法文的 但是很多近年就 就多了不同的人 往來這個國際 那就不知道究竟是誰說是最多的人 嗯 是啊 是的 但是無論如何保護當地語言都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那些紐西蘭香港人 你們移民回大灣區 你去大灣區 不要來香港 你 skip了香港去大灣區其他地方 你們去大灣區其他地方 那你的人憎就可以只講普通話了 那就多好 多方便 你認識嘛 你認識那個話 中國地大麥博 這個世界主流大部分的人都是講普通話 那很適合你們 所以我祝你們一路順風 沒錯 就是這樣 那些毛利話就留給紐西蘭人學 那就行了 是的 那你們就回來 那又不用學跳那些毛利舞 是不是 是的 那至於如果你們想看台長跳毛利那個 Hacker舞的話 那你們可以 課金台長 課金台長和他聊一下 是的 沒錯就是這樣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謝謝